GamerSecret玩家机密50万订阅 特别限量款衣服上线啦 马上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购买 如果你在2022年成为会员 将会免费获得这款限量版衣服 请在会员区写下email 我们将通过email和您联系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都市传说一种流传于都市 以及人世间的民间故事 在近十多年网络崛起的加持下 也逐渐成了每家每户 都几乎听闻过的传说 那如果要谈到受益于网络 而因此爆红的都市传说 最具代表性的 肯定非今天要来聊的主角莫属 他虽长着一副人形的模样 身上的穿着也非常的端庄 但却有着高于常人的身高 身材以及四肢都特别的瘦长 经常出没于天昏地暗的丛林之中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有着一张完全空白 毫无任何表情以及特征的脸 以至于他乍看之下 就不是一个好惹的对象 也会显得格外的诡异 没错他就是现世代最为著名 且最为典型的都市传说 Slanderman 首长人 相信大家肯定都对 这一个都市传说不陌生了 过去也有着不少 空极意识的相关作品 就比如说游戏 电影以及书籍等等 网络上还曾流传过非常多 在镜头前捕捉到 Slanderman的真实画面 甚至据连Minecraft里的 墨影人Anderman这一个名字 其实都是采样了 Slanderman作为灵感 可见关于Slanderman的都市传说 在当时那个年代 所造成的影响力是有多大 所以今天玩家的机密 就会借此机会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Slanderman 首长人 这一个都市传说 如果有什么说错 又或是想要补充的地方 也欢迎玩家们留个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关于Slanderman的都市传说 其实网络上流传出来的 每一个版本都不太一样 描述的特征也会有些许的差异 但基本上大家可以大致总结为 Slanderman是一个虚构出来的 超自然现象生物 后来经由广大网友们的努力下 也延伸出了非常多相关的故事 甚至也成了当今 最为著名的迷因之一 当然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所有流传于网上那些传说 以及故事 几乎大部分都纯属虚构 毕竟过去就曾发生过一起 因过于相信Slanderman都市传说 而引起的悲剧 而这起事件也在当时造成了轰动 一度成为社会大众热烈讨论的议题 所以至于是否要相信 那就要见仁见智了 关于Slanderman的外观 个性以及能力等等 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官方 或者固定的描述 毕竟它的存在 也纯粹只是网友们构思出来的 因此它的特征 基本取决于作者所描述的故事 Slanderman 普遍在大众的印象中 就是一个长着和人类 非常相似的不明生物 再看之下 它和人类有着相同的身躯 而且还身穿着一身 非常得体的暗色西装 主要还是会以黑色为主 也会细上一些领带 不过这一身打扮 究竟是它所穿的一套服装 还是它原本就长这个样子 就不得而知了 之所以会那么说 是因为它除了有着 刚刚所提到那些 比较正常的特征以外 还有着一些不怎么寻常的特征 就比如说身高就是一个特点 它的身高会根据不同作者所描述的故事 而有所不同 普遍介于1米8至4米5之间 但它的身形却显得格外苗条 尤其手臂还有手指的长度 都明显长于正常人 这也是为什么 它会被称作Slanderman 修长的男人的原因 不仅如此 它的背后还长着非常多 类似八爪于触角 而且还能伸缩自如的手臂 以方便 它能快速抓捕一定距离的猎物 当然Slanderman最具象征性的特征 肯定是他那完全不具备任何表情 以及特征的空白脸 显得他看起来神秘感十足 同时也能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他的脸并非毫无任何特征 而是他可以操控人类的意识 所以每个人在看见他的时候 脸部表情都不大一样 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他的模样 那他就会把自己的脸变成一片空白 如果他想给你增加一点恐惧感的话 他也可以将自己的脸变得格外的恐怖 那么究竟要怎么样才能避免和他相遇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权 全都取决于Slanderman的选择 因为他几乎无处不在 只要是被他盯上的目标 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当然大家能做的事情 就是尽量避免独自一人前往丛林的深处 又或是一些荒废的地区 因为根据众多作者以往所描述的故事可以了解到 这一些特定的地区 就是Slanderman最常出没的地点 据说Slanderman以往的个性相当的残暴 只要定下目标就会马上将其给解决 至于解决手法方面 基本上就是将目标悬挂在树枝上 然后再对其进行移植体内零件的动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今的Slanderman相对来说更具有神秘感 虽然对人类的伤害性依旧非常高 但他却会选择默默的尾随 或是跟踪自己的目标 至于跟踪的过程会维持多久 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了 从几个小时乃至几十年的时间都有可能 就这样慢慢地对目标进行折磨 再加上他也具备瞬移的能力 这就使得他能随时随地 不间断地对目标施加压迫感 以至于受害者过不上正常的生活 而且很多时候还会因承受不住巨大的压迫 而不幸患上妄想症 接着他们就会出现各种幻象 发噩梦等症状 最后精神崩塌的那些受害者 都将逐一化身成Slanderman的手下 但并非操纵于Slanderman的傀儡 而是一种像发了风似的怪物 个性特别的暴躁 不管对任何事物都会进行攻击 当然有些时候Slanderman也会干脆选择 将目标给拐走 而被拐走的那些受害者 大部分都是以孩童以及青少年为主 另外Slanderman似乎会对现代的电子设备 特别的敏感 他的身上会散发着一股放射性的能量 所以只要有他的出现 附近的电子设备都会出现声音 或是画面扭曲的现象 越是靠近他 这种现象就越严重 但比较古老的那些相机或是摄影机 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其实Slanderman就和很多当今著名的都市传说一样 一开始都是出自于网路上的论坛 Slanderman首次出现在网路上 大约可以追溯到2009年 其实至今也才过去十多年而已 不会说太过的久远 那么就在2009年的6月10号那天 一位网名为Victor Search的网友 就在Something Awful的网路论坛上 举办了一场P2竞赛 而当时竞赛的主题 就是制作出与超自然现象相关的照片 随后Victor便亲自献上两张图作为参考例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两张图实际上P图的成分并没有很多 作者也只是把Slanderman的身影 复制在一群小孩或青年的背后而已 并且也把照片调整成黑白色调 结果没想到作者的这番操作却足以把诡异感拉满 随后作者还不忘为那两张图加以进行描述 而当中就有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照片中那个奇怪的影子会被作者称之为The Slenderman 于是收藏人Slanderman的概念就这样诞生了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点就是 那名作者所采用的网名Victor Seach 其实就和DC漫画中的英雄Victor Seach AKA The Question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仅名字的念法非常相似 甚至两者都是以空白脸文明的角色 估计多少都有些借鉴的成分 那么自从这两张图在论坛上爆红了以后 Slanderman自然就成了网友们尽情发挥二次创作的题材 不久后网络上就出现了大量Slanderman艺术画作 当然也少不了由不同作者所编造出来的恐怖都市传说 因此也吸引了更多读者了解到此事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Slanderman的cosplay 由于他那一身装扮非常简易的关系 所以想要模仿实际上也不难 只是在夏天的话可能就会有点热 不过依旧深受cosplayer们的喜爱 在种种的推广下 Slanderman很快就成了流传于家喻户晓的都市传说 甚至还启发了美国几位青年开创了一个名为 Marbles Hornet的YouTube频道 而频道主要的发展内容会以另类实际游戏 也就是所谓的ARG为主 所以大家能在Marbles Hornet的多部作品当中 看见Slanderman出没的身影 这也是Slanderman首次与ARG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虽然这些影片明显都动过了手脚 但却轰动了当时的社会 非常多人在看了这个片段之后 都纷纷开始怀疑Slanderman是否真实存在 当然这些影片也获得了相当高的点阅率 接着时间就来到了2012年的6月份 这时以Slanderman作为主题的第一款游戏终于推出了 而这款游戏就叫做Slander The Eight Pages 由于这是一款免费下载的游戏 再加上主题又是当时赤手可热的都市传说 因此游戏圈也掀起了挑战这款游戏的风潮 就连PewDiePie以及Markiplier 都曾在YouTube上传过相关的游戏实况影片 不过如果要提Slanderman最具代表性的游戏 那肯定还得是2013年推出的那一部续作 Slander The Arrival 相信在座很多玩家都是透过这款游戏 才开始认识到这一个都市传说的 而且也应该都还很清楚记得 当年被这款游戏支配的恐惧 由于已经有了前作的成功 所以这款游戏也获得了来自各界的大力支持 在资金以及资源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这款游戏的最终成品 明显比前作提升到了更高的档次 当然人气也不亚于前作 虽然如今市场上也有着不少Slanderman题材的游戏 但如果要论Slanderman的代表之作 那肯定还是非Slander The Arrival莫属 这款游戏现今已经横跨几乎所有平台 在去年的时候也才刚推出手游版本 可见现在的人们都无法抵抗Slanderman的魅力 不过这样的魅力对于人们来说又是否是一件好事呢 因为早在2014年的5月31日 美国就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有两名年仅12岁的女孩 由于在网路上听闻了Slanderman的故事 于是便一同耗时几个月策划了一起伤害他人的案件 大概就是他们将一位同龄的女同学引诱到公园里 并对其捅了足足19刀 而他们会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成为Slanderman的手下 以换取家人们的安慰 虽然后来该名受害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这样的事件无意对社会造成了道德恐慌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起事件又有什么看法呢 留个言和大家进行讨论吧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